击破传言 女排四大巨星轮番安慰队重朱婷 永远是焦点 她永远是领袖 中国女排在本次澳门战第一战战胜了荷兰队 3比1赢球之后 朱婷却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 她全场比赛就上了一个发球轮 接下来就下去了 因此朱婷在心理方面肯定并没有那么开心 但是也正是因此队友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安慰朱婷 几个王牌核心纷纷表态了 像年轻一辈的倪非凡等人 他们在观众席上看球的时候 也是主动跟朱婷打招呼 跟朱婷进行了一个机长制议 这一幕也是被很多人拍摄下来的 除此以外 中生弹队长袁新月一直是在安慰朱婷 包括在赛豪打合影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镜头 袁新月专门把朱婷拉到自己旁边 朱婷一开始都没和队友们凑到一块去合影 袁新月把他拉过来 然后拉着朱婷让朱婷站在了嘴边上 跟大家一起完成了一个大的合照 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袁新月也是一度被造谣上了热搜 说他没和朱婷机长等等 事实证明那是个意外 袁新月后面主动去找朱婷进行了机长拥抱 朱婷也是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有这个动作 袁新月照顾到了朱婷的情绪 另外当朱婷上场去发那个球的时候 场下像张长宁也是一直在给朱婷呐喊朱威 在高喊A4球 A4球 说朱婷你最好用这个球直接就发球得分 把对面干掉 张长宁也是一直支持着朱婷 他也是朱婷的好朋友了 大家认识这么多年了 可以说曾经在国家队也是视察风云的组合 所以张长宁也是在为朱婷喝彩 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 王孟杰也是专门来到了朱婷面前 和朱婷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节的沟通 还在朝着朱婷特别开心的在笑 跟他聊了两句 也是逗得朱婷的情绪有所好转 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女排全队 还是非常非常的宠朱婷 各种各样的人轮番去安慰朱婷 事实证明不管什么时候 哪怕他就上来发这一个球 他也是中国女排的焦点 朱婷永远是中国女排的领袖之一